好 那麼為了生存 這個TEC決定到中國去賺錢 那在上海浦東機場下了飛機 我真的覺得臺灣人真的很幸福 對不起 先講一下 那上了飛機之後 大家都 所有人都防護得很 因為我們是從臺灣這邊起飛 那臺灣其實相對控制得很好 所以我們在飛機上 從臺灣出發的班機 大概有五十個人左右 然後大概只有十個人不到穿防護衣 因為臺灣相對控制得比較安全 十個人穿防護衣 那五十個人都戴口罩 對 其他像我就是只有戴一個 防護面具跟口罩 我沒有穿防護衣 對 因為我想說 臺灣還是相對安全 所以我們從臺灣出去的人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 我覺得可能也是安全的有點久 有點輕忽 所以我們在那個班機上面 就是只有大概不到十個人穿防護衣 防護衣是在一般的藥妝店 就買得到 好像不行 好像其實要網路上買 對 要去網路上買 對對對 是買不到的 然後我們都是在登機前的時候 會把所有的配備穿好 然後就登上飛機 那其實因為整架班機 大概有兩百多個座位 但是只坐五十個人 所以我們其實都隔得蠻開的 他們航空公司 本身就會把我們的位置 都是用梅花座的方式去安排 沒有吃東西嗎 不能 不能不能吃東西 完全 他會給你水 但是我覺得沒有人敢 塞一下口罩喝 對 連摸那個水 你會發現每個人拿水都是用兩根手指頭 都不是這樣整個 一瓶耶 對 就是這樣小小心的拿這樣子 就你也不敢是大啦啦的直接拿或幹嘛 然後連上廁所 我發現大家一坐到那個位置 都沒有人動 就在那個位置 然後就從起飛到降落 我都完全沒有人動 你多厲害 不然你坐在美國看看 保尿庫啊 對啦 可能是到上海比較近 因為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然後你落地了之後 你那個心情的緊張開始 因為第一 你不知道你接下來要幹嘛 因為他也不告訴你住哪裡 也不告訴你是要隔離 他們是強制隔離的 強制隔離的 對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臺灣很幸福 是因為臺灣你還有機會 可以選擇你要住的酒店 然後你可以選擇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隔離 在大陸居家隔離非常的困難 你要全小區同意 然後你的門還會被上封條 然後還又裝那個監視器 所以大部分的人不喜歡去居家隔離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好像是被 就是為什麼我們也居家隔離 我們不用貼封條 他們要貼封條 對 他們要貼封條 然後還要裝監視器 裝監視器 門口還要裝監視器 對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你看到這樣的比較 就覺得臺灣人這麼的幸福 你還不懂得珍惜 你還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限制 我要居家隔離要幹嘛 可是你看看別人 你就會發現 我們真的幸福很多 老共服務很好 我說我看到他們還盯上木板 對對對 有的還是 把門盯死了 對 所以我們一到了到了上海之後 其實他是分兩條路 一條就是你接下來的目的地 如果是離開上海 去其他城市的 你就走左邊 你是留在上海的 你就走右邊 那他會分配你就是如果你是離開 你是要離開到其他城市的話 他會幫你安排在浦東機場附近的酒店 你就你沒得選擇 但是他就是自己幫你安排 然後你如果是留在上海 你就是往上海這邊 那上海他又會分區 比如說他就有點像我們東區 北區南區 是 看你的最後目的地在哪 然後你就到那一區去報到 是防疫旅館嗎 對 防疫旅館 但是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那是他們的一個很大的破口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班機抵達上海之後 其實那個通道是空的 雖然他只有一條路 這條路就是從你下飛機到做核酸 到你最後決定要去 就是去登記看你要去哪一個區域 去防疫旅館 都只有一條路 就只有到最後是分兩條的 分兩條的這裡 其實就是所有人都會集中在這兩區裡面 然後我們的車 比如說好 我最後選擇在靜安區 在鬧區裡面 我是要等這個班 這個車滿了 這個車才會開走 他不是在一定的 防疫專車 對對對 但是是幾滿個人 四十個人才開走 所以我們並沒有所謂的梅花座 再來 因為上海吧 就畢竟也是一個國際的城市 所以很多美國 英國 哪裡的人都會來 來了之後 如果我是 他也是跟我選擇一樣 在靜安區的人 我們就會在那一區等待 等到人滿了 四十個人 那個車 對 就是在那一區 可是那個區是開放式的 就是靜安區 然後可能北區 可能東區 都是一樣的一個區塊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 他會提供那個小麵包 小餐包讓你吃 可是我覺得也沒有人敢吃 因為來的人變得比較雜了 然後雜了之後 他也不告訴你說 你接下來要去哪裡 反正你就上了這一區的車 車子來了 人滿了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下午兩點多的搬機 到那邊大概五點多 我八點多才上 才上了防疫轉車 所以我在那個空間 就暴露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人來人往 然後有外國人 有中國人 有臺灣人 什麼樣的人都有 所以在那個期間 其實就很戰戰兢兢 那所以我那個時候 那時候比較緊張 那個時候更緊張 因為你落地了 然後你看到這麼多的外國人 對 那當然我們核酸 已經做了 已經做完了 可是我們不能馬上知道結果 插個話 那核酸檢測 他是怎麼測 他就一條道路 然後他會很多很多個人 那你就找一個位置坐下來之後 他會做兩個測試 一個是咽喉 一個是鼻子 他兩個都做 對 第一次你入境 你就一定得做 不管你是誰 每一個人都要做 那這一次是 第一次是免費的 然後他就是用喉嚨 咽喉 然後那個鼻子 我覺得鼻子比較不舒服 擦多深 我擦到這裡 那個管子擦到這裡 對 然後喉嚨 要擦比較深 才有辦法踩到那個黏液 對對對 我等一下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後來到了中國大陸之後 他們的採集的那個方式 就更可愛 更可愛 更可愛 好 我們到了那邊 反正上了車 上了車之後 因為我隔壁剛好是一個 所以一個是鼻子 對 一個是鼻子 鼻腔的深部 對 另外一個咽喉是到哪裡 他會叫你舌頭往下壓 然後深到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要怎麼講 那個部位 反正他會讓你有點想嘔吐的 那個感覺 想吐 出現到你那個什麼部位 下咽吧 下咽喉是不是 咽喉部 那應該是咽喉部 一個是鼻腔裡面到那個鼻咽部 那就是咽喉部 咽喉 鼻咽這樣子 擦到這裡不舒服 擦到這裡 很不舒服 我被我的同事擦過 以前 以前沒有擦過 擦完有一個到時候 還跟我講說 這樣子不舒服 我說 趕快拿出來好不好 擦完以後就跟我說話這樣子 跟你同事到底相處得好不好 很好 可是他是感染科醫師 那時候我好像得流感 這感覺很差 其實真的是很不舒服 但是因為他那時候弄 把我弄進去的時候 我有點想要打噴嚏 所以我就有做了 要打噴嚏 他就立馬用很快速的方式抽出來 然後退了三步 是 因為他也很緊張 有經驗 他有經驗 他有經驗 那是我們有經驗的人才會做 然後因為我已經準備 他知道我不舒服了 要噴了 要噴 抽出來 對 他就立馬抽出來 然後往後退了三步 然後我自己也嚇到 所以我那個鼻涕 那個噴嚏又忍住了 因為我也很怕噴出來 然後旁邊的人都在看我 所以我就做鼻子 比較不舒服 做咽喉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對 那等到我們到了那個上了車 到了防疫旅館之後 他只會跟我們講說 到了這一間防疫旅館 然後就唱名 誰誰誰誰下來 心裡拿 然後就進去了 進去了之後就登記 登記完之後 我們會加一個微信群 就是他會告訴你說 你每天早晚要量體溫 你要回報 我們就我們就進旅館了 接下來就是十四天的隔離這樣 那我覺得當下的 我進到飯店之後 有稍微安穩了一下 但是隔天 那個飯店的設備好不好 不好 我覺得我的不好 其他有的人 有的人被分配到的 是還不錯的 何謂不好 就是很老舊 我的床是有一個人型的 什麼意思 然後躺另外一張床 這個大了一點 不然就要說那個彈簧 已經沒有彈線了 對 上次睡過的那個凹海帶 人的凹陷 神經的多可怕 而且本來以為是以前 有人的斜度 而且我還有吃到發霉的麵包 就是這個生活 其實是滿艱辛的 可是為了賺錢你沒辦法 等一下 那黑黑是生菇嗎 我以為是海苔醬 對 我以為是芝麻 對 我一開始真的以為是海苔醬 然後因為他的這個早餐 我十四天都吃一模一樣的 就是這個麵包 然後裡面有四顆 用一個像垃圾袋的袋子裝起來 然後給你一瓶飽酒乳 跟一個水果 這是你十四天的早餐 長得一模一樣 每天都這種麵包 每天都一樣 那會不會他其實規格化 他是讓你長香菇的 是這樣嗎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當下看到的時候 是有點傻眼 對 我是有點傻眼 然後跟他們反映之後 他也沒有要補給你新的 他只跟你說 那我把錢扣下來 他也沒有要補給你新的 所以我的意思 我就覺得說 其實在那樣的十四天的 補多少錢 補二十塊人民幣 那就差不多九十塊 因為一天是一天是一百塊 總金額 一天是一百塊人民幣 就是早餐 中餐 晚餐 餐費 對 然後就是早餐是二十 中餐跟晚餐各四十 各四十 對 然後我們中餐晚餐 吃的就是這樣 五 四菜一湯 看起來不差啦 對啊 但是油 很油 很油 非常的油 你那個菜吃完之後 那個油大概是那個碗的三分之二 就是全部都泡在裡面這樣 中國現在不缺油 但是缺美 對 就是每天 每天都是吃這樣 就十四天都是吃這樣子 其實看起來還可以啦 對對對 看起來還可以 可能是我拍照技術 有什麼 炸雞嗎 有 不然炸雞 冷雞雞 冷雞雞 還有一個人 水煮蛋 我記得我那時候 連續吃了三天的蛋花湯 你看這個都是蛋花湯 每天都不炸蛋花湯 天天都是蛋花湯 你就是在裡面吃了十四天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去 去其他地方隔離的時候 那像刺過時在拜拜 就每個人的隔離的食物 都要帶成這樣子 每個人都這樣 因為自己帶 自己帶 因為他知道這邊的餐點 他你沒有辦法接受 對 你如果不適應的話 那有的人他是可以買 可以叫外賣的 那你叫外賣 其實你也不知道他胃不胃生 所以乾脆就自己帶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人 只要我們要去知道 要做隔離這件事情 都會自己備一些台灣的零食 你講到外賣 因為黑龍江的衰複複 所以也是現在有疫情 所以很多人也都叫外賣 可是你知道 他那個地方現在零下四十度 送外賣的人 說只剩下九個人 太多了 你看看怎麼送啊